我小時候很喜歡玩機箱、LEGO、砌模型 小時候已經想著自己開一間設計玩具公司 可以自己出產自己喜歡的玩具 玩之餘亦可以讓其他人玩 挺好的 三十歲的Dennis有小就喜歡天曼行空搞發明 中五行著為柬埔寨人製作的機械耳之腳得獎 從此立志要做發明家救地球 現在他賣手研究韃金信手套 幫病患者減低手震帶來的影響 很厲害 你當然猜他是尖指 原來 原來我是有學習障礙 讀書障礙 我B和D是會經常調轉的 幼稚園老師和媽媽投訴 哥哥坐定定上課 Dennis就在課室後面周圍走 我兒子很精神的 紮紮跳 又走過這裏 就撕一張寶 撕一張紙出來 倒在手上 不知道是否假裝機械人 我懷疑他 Dennis一路長大 認知難都還可以將近補絕 但突如其來的聯想和好奇心 就一路改不了 我想一些 我看一些 是去到最前面那邊的研究 那些科學的東西 看很多客棟 出去買科學的書 我不是看教科書 所以是 當他們問我教科書的東西 我是不明白 媽媽派他成績不好 上不到大學 剛好他就知道 方力先生游泳 入到大學 不如仿後方力先生 游泳游到 可能入港青 又或者是香港大學 會否可以 一條路上到大學 成績還是媽媽 有空就在筆記本上 畫下對未來天賣行空的購賞 不太翻都不知道 原來當時 自己原來想了這麼多的想法 發熱衣 他跟我說 我都列出來了 百多樣要做的 會考 他來做的 很緊張 又差了一本書 哎呀 你整個時整個 你先看一本書 我兒子 經常都說 哎呀 我不是賺錢的 你不要指望我賺錢 我要做一些 對人對有益的東西 有貢獻的東西 去改變這個世界 我都很 在這方面 他走這條路都同意 都覺得挺好的 雖然大學教授 見他GPA成績不太標青 勸他轉行 但有家人的支持 贏比賽得到資金支撐著他的研究 Dennis覺得自己很幸運 亦都深感香港的考試制度 好難玩 但迎合不到那些要求的人 即是說 其實他們那個學習路 即是那個不適合他 幫不到他學路 很有創意的那些人 就是被人佔了底 因為他不選擇 但其實我都很浪費 其實在香港有很多 很好的 有這樣的年輕人 但沒有幫到他們